临近岁末,有不少的电影人亮相各类时尚盛典 最近,赵又廷、张若云、赵雅芝夫妇、王千元、于南、玉可韦等人就面对我们的镜头 纷纷总结过去一年的成绩,展望来年新作品 昨晚,众多电影人齐聚北京参加活动 冒着寒风走完红毯,他们纷纷献上了防寒宝典 棉裤 毛裤 不仅有秋裤,我们有的时候拍戏还做了那种很薄很薄的羽绒裤 校服,大衣,围巾,两件秋裤 要穿袜子 接近年末,面对我们的镜头,他们总结一年成绩,开始新的展望 因为我其实去年一直在忙,一直在拍 但很巧的是我所有的作品都在这三个月,接下来三个月就集中全上网 然后有12月18号的《狼牙榜》 然后有12月22号的电影《妖猫传》 还有大年初一的电影《唐人街探案2》 今年很有趣啊,有拍了电影,也参加了《花哨》 对,然后又拍了电视剧,因为很久很久没有拍电视剧了 所以总结就是全新的开始了 刚刚拍完这个李绍峰导演的一部电影 叫《马格是座城》 今年其实我觉得自己就做了一件事,因为今年到现在为止就在拍一部戏 而且还要拍很久,还要拍到明年,很长很长,《关谷导演》的八百 赵又廷今年凭借热播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人气大增 而他希望自己放下成绩,轻装上阵 努力备战2018年即将奉上了新电影 相比之下,张若云表示,过去一年用了太多时间在综艺上 接下来将通过话剧磨练演技 2018年,大家可以期待他带来《暴风骤雨》 《亲爱的他们》等多部新戏 和前面几位一样,亮相粉丝盛典活动的明道、魏大勋、高伟光、毛晓彤等人 也都有新作品分享 之前跟秦俊杰一起合作一个电影叫《最佳拍档》 可能就是12月1月就会上院线了 讲关于酒驾的 我扮演一个女交警 她一个嫉妒警察的媳妇 好像这种体材的类型的戏我拍的比较少 因为之前拍偶像剧比较多 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相比专注表演的钟星 希望跨界的郁可维今年在音乐上收获满满 除了演唱成绩 郁可维今年最大的突破就是跨界音乐剧《爱上演戏》 谈及来年最想演绎什么角色 郁可维希望颠覆到底 挑战一些比较另类的 跟自己就是大家认识的形象不太一样 比如说像杀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是会比较颠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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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